相遇了的朋友 跟你們的結法夫妻 或者是長期伴侶 尤其是如果你跟他已經同居的話 任何的爭吵 不要再吵了 尤其是如果這些爭吵 是跟錢銀有關的 例如怎樣用錢、怎樣去償錢 又或者是跟你們的家居事務有關 例如好不好裝修、好不好搬屋 或者是跟學習有關 或者是跟旅行有關 麻煩你們不要再吵了 總之這個關係是有雙魚座的存在 麻煩男方一定要放下你們的面子 記住是男方一定要放下你們的面子 不一定是雙魚男的 所以就算我當是雙魚女 例如你跟雙子男拍拖 都一定要雙子男去放下面子 所以如果你們是雙魚女 在聽這個錄音 因為通常那些人都是聽自己 不會聽對方 好了 這個時候如果真的跟伴侶爭吵 就可以借把這條影片 分享給你們的男性伴侶 給他們聽 就要他們去做一個讓步 如果你們這個關係 真的搞得很僵 其實我建議你們是可以 尋求宗教的協助 還有記住 那你說如果不是我們本身關係好好的 那你聽實 你們既然沒有事沒有幹 沒有風沒有浪 就不要去旅行 OK 乖乖地留在家裡就對了 剛剛還沒說 其實就著錢的這些問題 可能會吵 講起錢正所謂 貧賤夫妻白時哀 是不是 那有時候真的不夠錢才會吵 那你不夠錢才有時候要做取捨 然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才會引起一個衝突 但是這個農曆三月呢 連天都給你們一個機會 就是錢的問題可以解決 可能你們其中一個人會有新的工作 那既然有新的工作 即是有新的裁員 即是財政方面會寬鬆一點 是不是 又或者甚至會有一個家人工的機會 但是我們看這個時勢 家人工就應該 沒有那麼大可能了 OK Anyways 所以就總之沒有東西吃得再吵 因為錢的問題解決得到 OK 講起那個新的工作 我下面會再有詳細的分析 但是無論如何 真是家和萬是興 不單是你們的關係會好 甚至其實那個健康 都會變得好的 尤其是如果你們最近有些人是 有發燒 或者一些皮膚紅腫的問題 其實只要你們不再吵 或者是心臟 心血管的問題 其實你們不再吵 那這些病患 都是可以得到舒緩的 OK 或者是頭痛 好 還有 相遇的朋友 其實接下來農曆三月 和父母的關係 或者是你的 那個什麼 你對方的父母 就是你老爺婆婆 或者你 呃 外父外母的關係 都會變得很好的 那他們有些事情會開始 對你們有些讓步 好 現在最重要就是講到 你們的那個新工作 我剛剛提了 是不是 月中 開始 五六日左右 那你當由四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 OK 那如果你們呢 去見客 或者去interview 就是去見博士呢 那呢 成不成功呢 其實是depends on 你們幾多點去見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去見工 通常 就不會晚上去見的 但是不是喔 有時候都可以是 呃 可能下午去見工的 OK 但是如果是見客的話呢 那就有時候可能真的會去 我找一個客人去簽單 那有時候可能你們 約晚上時間 那 成不成功呢 真的depends on 你們幾多點去見 那但是 這裏呢 就不能夠一概而論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們 有一些 好 接下來很重要的 一些見面 而去生財的機會呢 就一定要找我做一個 Personalized的Reading 可以去做Service A 塔羅千博 或者是Service Boy 那些簽聲起掛 看看究竟 日還是夜會幫到你 那但是無論如何 In general 講起見客這裏 啊 不是不是不是 講起見工這裏 如果你們是見media的行業 或者是小朋友 即你的服務對象會是小朋友的行業 尤其是中小學或者幼稚園的教育的行業 或者如果這些工作呢 你們是要做前線工作 做Leader工作的行業呢 那那個成數其實都會高一點的 OK 最最最最後啦 臨近月尾 你們會很想很想拍拖 但是麻煩 小心 不要衝動 尤其不要因為面子的問題 或者是因為安全感的問題 而隨便找個伴侶 如果不是你們一定會後悔 什麼叫面子的問題呢 即是我當 哎呀身邊各個人都拍拖 我求救忌忌 找個邏底撐刀去拍了 或者覺得最近很想被人去開攬石 然後覺得很沒安全感 那又求救忌忌 找了一個人去跟你拍拖 那 那個 結局呢 就八成會是悲劇受賞的 OK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想看行星Planets之外 就是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讓大家去發掘